Hello 今晚的網絡不知做什麼 剛才都搞了很久才可以做到直播 為什麼今晚這麼晚來和大家做直播呢 因為我很怕 我不記得去講這件新的玩意 上個星期就收到這隻 24小時這個極瘦千體泡泡 我今天就特意想做這個泡泡給你們看 另外就是我很想接給你們看 還有廠商那方面 今天幫我做好成份表 我就好好的跟大家說了 它有什麼好呢? 就是它沒有副作用 它也不會太容易皮膚敏感 還有就是它會令到我們皮膚鬆弛的地方容易緊 它有一些植物的成份 它可以幫我們塑造線條 減肥瘦身 如果你是一個做運動的人 你就應該做運動之前 塗了它全身 然後就去做運動 如果你說像我一樣 不動的不動的 那怎麼辦呢? 塗了它之後 你就去做EMS 或者去焗桑拿 但如果你說 我都不想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做呢? 那你就沖完糧 就塗了它 那它塗一次等於什麼呢? 我們每天是會塗一次的 如果你說你什麼都不做的人 就沖完糧之後塗 那如果你說你是會做運動的話 就做運動之前塗 OK? 那它塗一次就等於你做了兩個小時的瑜伽 做了一個小時的跑步 哇,好厲害 跑步跑一個小時塗一次 那甚至... 不是,跳一個小時沒有 是跳一個小時沒有 然後就做了一千... 跑了一千m 一千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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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 可以嗎? 那就是做了三樣東西 好了 那這食物呢 它主要成份是什麼呢? 那我們繼續下去看吧 我先開來給你們看 那它呢 那它呢 主要的成份呢 就是一些 味枝狼的咖啡因 那這支東西呢 都很大支的 有250ml 那就是說 有我們平時的洗澡水 237ml 那麼大支 那它是一支泡泡來的 那你做的時候就搖運它 那因為它有咖啡因 那逢有咖啡因的東西 就會加速我們新陳代謝 那它有微枝狼的科技 就可以令到 覆蓋一些去枝的咖啡因 令到它深入我們的皮下組織 那它有個微枝狼的技術 就包住咖啡因 就可以去到我們深層的皮下組織 加快燃燒 激退橙皮紋 水腫 那什麼叫做橙皮紋呢 就是一塊一塊 一塊凹凸凸凸凸 很多時候在大腿上發生的 OK 那接著就是 微枝鱗狼的科技就是 外層就是 這是跟我們的肢體結構 比較相似的東西 它好像包住咖啡因 進入我們的身體 好了 它還有什麼呢 就是有虎油樹脂油 這個是清除體內的毒素 幫我們加快燃燒我們身體內的毒素 清除它 還有可以加速我們的新陳代謝 另外還有橄欖油 不用說的 是親滋性 令皮膚同時沒有那麼乾 它也是人體所必要的脂肪酸 可以快速吸收 以及保持皮膚的彈性 因為橄欖油裡面也有E、K、A、D 這些分類的抗氧化 可以防止有皺紋 以及防止肌膚衰老 第三樣東西就是 生甘奢花絕取 這是非常活化和舒緩的功效 另外有歐洲七葉的樹絕取 這隻叫活性成分 就是七葉鹼金 也叫七葉造角素 它是用來 有一種 強溶血性的鹼素 是用來對抗水腫 抗滲出 保護血管的成分 然後就有積雪草 積雪草常常有很多濕 很多濕 很多濕濕品裡面都有的 我們Aqua Gel裡面都有 多謝你 那就是可以令到我們的 甲那紋變圓 有些很硬身的東西 就會軟一點 加速新陳代謝 另外也可以令我們的結替組織 容易生長 可以令到細胞增加 好了 接著就有 問經絕取 這隻含有單磷酸 生物鹼和煙鹼的絕取物 它可以幫你收緊皮膚 其實整個過程都是說 收緊 分解脂肪 加速失人代謝 接著就有脈角組絕取 這隻可以有抗氧化 接著有維生素 它可以幫我們抗氧化 增加我們皮膚的水分 接著就有長春藤 長春藤也是你經常都會聽到的 就是減低皮膚的水腫 湧腫的現象 以及可以去除肥胖引起的鬆弛 甚至任神聞引起也可以 接著就有芫荽果絕取 有維他命A 幫助皮膚和黏膜的健康 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甜橙果絕取 這隻果皮的絕取物 就有含生佛林素 這件事可以怎樣呢 就是令我們不太想吃東西 很多人想減肥 但他很想吃東西 他就不會願意付出不吃東西去收身 這件事塗完之後就不太想吃東西 但其實如果你了解咖啡因 其實他也是不太想吃東西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另外還有香原果油 它有核黃素 維他命C 另外它有HCA HCA就是以前我們經常說的亨糕泉酸 這個成份也是令你不太想吃東西的 還有幫你燃燒體內的脂肪 亦都抑制脂肪細胞的形成 以前吃下去 現在茶就更加好 接著就有菩提支果油 不用說了 抗菌 好了 先試一下這枝 擠出來了 熬了 你會看到是一枝泡泡 等等 它有兩種感應 如果你是體溫高的人 你塗完之後 有機會是體溫會覺得更加 會有燃燒的感覺 不是燃燒的感覺 不是燃燒 只是燃燒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凍 即有些人是一個凍的話 他也會有機會 我現在告訴你 我有凍一日熱的感覺 我已經忘記了我上次塗 是凍一日熱的感覺 我現在先塗了 手就這樣塗 肚子就這樣塗 如果你是美容圓的人 就這樣塗 腳就正常這樣塗 好了 塗完之後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有些暖的感覺 我們就可以開EMS 因為手 我不贊成你們直接開EMS 因為手如果你開EMS 你會有幾有感覺 有跌跌跌跌的感覺 如果你是對一些 跌跌跌跌跌的感覺 比較敏感的話 你就不要開EMS 就這樣開第一個模式 就是我們的Massage 第二個模式就是我們的Lifting 你也想去增加你身體的溫度 我們最主要 這塊就是我們沒有了的肉 就是肌肉 如何說呢 其實拜拜肉不是真的沒有了 肉鬆弛了 其實裡面的是肌肉流失了 倒過來應該說肌肉流失 但原來這一塊脂肪 是我們女性荷爾蒙裡面 很多時候都會生長的一塊脂肪 就是這塊 就是凸出來的一塊 你就可以用EMS機 多一點去做它 那你就問我了 那怎樣做呢 其實很容易 就是這樣推一下 推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做多久呢 如果你讓我選 如果你有 第一個Mode 就會是Massage 第二個Mode 兩分鐘之後就會變Lifting 第三個Mode 兩分鐘之後就會變EMS 就看看你能不能接受EMS 如果你不能接受EMS的咳咳咳咳咳咳 當然EMS會好 它好像幫你做運動一樣 但如果你不能接受EMS咳咳咳咳咳咳咳 你就會用一二個Mode 大約四分鐘 如果你說我看電視有時間 我塗完東西 我可以揉它而已 那你就可以用四個Mode 好嗎 其實我覺得是暖暖的 這個瘦身精華 極速遷體精華 24小時 最主要是塗這塊的脂肪 土燈的脂肪 還有大腿的外側和內側 都是我們女性 很多時候團織脂肪的地方 這些瘦身精華 可以配合 很舒服 有EMS的暖暖的 那EMS機 一起使用 或者你獨立使用也可以 如果你說我真的忍不住吃東西 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的人 那你就可以上班之前用 那便開始吃少一點東西 因為它有這個成分 就是這個甜橙果絕取 那你就沒有那麼想吃東西 那你就可以趁機收細一點的胃口 就不用吃那麼多 你知道夏天的 粒粒粒粒 其實夏天最肥的是什麼呢 是在凍飲 是你走出街就想喝 走出街就想喝 因為熱 大家都會想吃一些有味的東西 那你吃到一些容易有味的東西 你就容易水中 因為太濃味了 那你就看到我 就這樣搓一下搓一下就可以了 其實做這個EMS機 就沒有什麼難度 那如果你說你穿背心 那怎樣推更好呢 就由肩膀一路推下來 這個手肘位 這裏有所有我們手上很多的穴位 有這個肩魚 鼻魚 然後手三里 去到曲弛 這裏都有在這裏 那你就可以前觸觸它 後觸觸它 那你之後拆起手 那你就會覺得 比之前更加遷秀 那這隻這樣的 這個24小時 我再說一次 24小時 極瘦遷體泡泡 遷體泡泡 24小時極瘦遷體泡泡 那你就可以一天用一次的 你可以天天都用它的 看看 都挺香的 挺香的 而且都很爽身的 因為我塗完之後 沒有膩的 爽身的感覺 那我覺得 都 這邊做了 未做EMS 這邊做了EMS 那做EMS當然瘦了一點 對不對 通常都瘦了一點 那 N說 那 其輪臂也好很多 N說而已 不是我說 那我就沒有特意做這個 手臂的 但是呢 我都贊成大家可以做手臂 和做大腿 因為 成機 我覺得 在EMS機裡面 可以做膽經 是更加理想的 就是這個位置 膽經這個位置 是更加理想的 所以 大家可以自己 試一下做你的簽體program 那 有什麼不懂做呢 就PM我 你需要怎樣拍片 可以教你更多的 那你也可以PM我 好嗎 那今天呢 我們就推介了這個 24小時 真的要啊 現在這個手臂是暖的 24小時這個 極瘦簽體泡泡 那如果你想要的話 那你就PM我吧 那我們 遲兩天再見 拜拜